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外交官描述 在中国如地狱般的经历 震撼 小男孩称前世为消防员 以色列大规模打击真主党 遇难人数攀升 乌克兰军方于9月23日表示 开辟了第二条在俄罗斯境内作战的路线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七国集团部长会议上表示 坚决支持乌克兰抵御侵略的努力 9月23日 乌克兰空军表示 第95突击旅 在俄罗斯境内开辟出一条新的战线 乌克兰军队突破俄罗斯边境防线 在俄罗斯境内进行了第一场战斗 据乌克兰军方表示 俄罗斯在9月18日起 停止了在库尔斯克州的反攻行动 周一 在联合国大会前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舒尔茨率先在纽约会晤 同一天 波兰总统杜达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表示 俄罗斯正在失去其全球地位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俄罗斯本应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然而 他通过攻击一个主权国家 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泽连斯基在9月22日抵达美国宾州 拉开了这次的访问行程 当天 泽连斯基与宾州州长夏皮罗等政要会谈 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区域性合作 泽连斯基表示 美国从全面战争一开始就帮助了我们 但我们仍然指望继续得到支持 泽连斯基还访问了宾州一家弹药厂 感谢为乌克兰生产最急需弹药的工人们 泽连斯基将于24日和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 然后在26日前往华盛顿 与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举行会谈 并宣布他的乌克兰胜利计划 泽连斯基强调 如果这项计划获得西方支持 将对莫斯科产生广泛影响 并有助于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23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了在纽约举行的七国集团部长会议 他说 将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能源需求 同时表示 有决心看到乌克兰取得成功 并坚定支持遭持续侵略的乌克兰人民 近日 前加拿大外交官迈克尔·康明凯 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独家采访时 描述了自己与怀孕妻子共进晚餐后 回家途中在北京街头被蒙面官员抓走 以及他在中国被关押1019个残酷日子的地域班经历 康明凯讲述了他在中国监狱经历了极端心理折磨和孤立的生活 以及在拘留期间所遭受的审讯和心理挑战 2018年12月10日晚 康明凯与怀孕六个月的妻子在北京外出就餐 就在返回公寓的途中 他遭到十几名黑衣男子的抓捕 康明凯描述了那一刻的恐怖 他们围住我们 用中文喊着 就是他 他被强行带走 妻子被迫拉开 他心中最担忧的是妻子和未出生孩子的安全 康明凯被推上黑色SUV 面临全程的单独监禁 在车辆中 他被蒙上双眼并靠住双手 他在心中数着车体的转弯术 试图判断车型的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车辆停下来 他被带入一栋建筑 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审讯 他被关入一间没有窗户的软电牢房 康明凯在心理上面临极大的挑战 房间里的灯24小时亮着 隔音效果极差 审讯随时可能来临 他回忆道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折磨人最痛苦的事情 审讯期间 警察试图通过威胁 恐吓和心理战术 逼迫他承认罪行 尽管他知道自己并无罪 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里 康明凯每天面临六到九小时的审讯 感受到身心的极限 他表示 联合国标准是单独监禁不超过15天 而我却在那种状态下待了将近六个月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限制 更要抵抗心灵的崩溃 为了生存 康明凯决定在精神上重新掌控自己 他开始制定时间表 每天进行瑜伽和冥想 以寻找内心的宁静 面对无尽的孤独 他开始自学中文 通过阅读和记忆单词来充实自己 康明凯意识到 他的危机不仅是个人的 更是加拿大的外交危机 他努力向中共的审讯官证明自己的清白 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帮助 他说 我必须证明他们没有打败我 不能让我崩溃 经过近三年的囚禁 康明凯终于在2021年9月25日 与同样被拘留的迈克尔斯帕弗一起被释放 乘坐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飞机返回加拿大 两人被拘留的背后是中加两国之间复杂的外交纠纷 尤其是与华为高管孟晚舟的逮捕密切相关 回国后的康明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他与妻子和两岁半的女儿重聚 他回忆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惊奇的感觉 初见女儿时 他立刻就知道我是爸爸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他们一家三口带着狗去公园散步 康明凯感慨道 一切又都变得新鲜而美好 在回顾自己被拘留的经历时 康明凯认为 加拿大政府在面对中共这样的国家时 需要更充分的准备 他指出 逮捕孟晚舟之后 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 并没有预见到将会面临的后果 他希望未来能有更有效的外交策略 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近日 浙江省一名三岁男孩在家吃饭时 突然对父母透露 他的前世是一名消防员 并在一次灭火中牺牲了 此言论震惊了孩子的妈妈 相关视频在网络上迅速流传 引发关注和讨论 有网友说 看路累了 孩子可能真的是牺牲的消防员转世 这么小的孩子 根本不懂什么是牺牲 网友纷纷评论 这小孩的前世肯定没有喝孟婆汤 还有人称 他为再生人 在中共无审论的宣传下 现代的中国人对于轮回大多持怀疑态度 然而 近年来 很多研究报告收录了各国孩子 关于前世的记忆 震惊科学界 也引起了人们的思索与探讨 最广为人知的是 央视气象节目主持人宋英杰曾公开发微博 讲述了他儿子描述前世的记忆 2018年时 宋英杰在微博发了一条贴文说 儿子豆包快4岁了 晚上临睡之前跟他聊天 他说 儿子的老家在四川 就在成都西边一点点 他还有两个女儿在那儿 一个15岁 一个10岁 他想去四川看看他们 然后再回来 宋英杰说 儿子说完这些话就睡着了 而他却陷入了深深的遐想 儿子所说的四川老家在成都西边 当时宋英杰说了几个地名 儿子都回答说不是 宋英杰最后问 是不是北川 儿子回答 是 所以吓到了宋英杰 因为他自己从来没和儿子聊过县级地名 儿子也从未听说过 汶川地震 2008年 汶川县发生了八级大地震 死亡人数是30万人左右 宋英杰这条微博让不少人感到震惊 关于轮回转世案例 大陆媒体此前曾有过报道 2014年 上海教育电视台特别传真栏目报道 湖南发现100多人轮回转世的案例 报道称 在湖南省淮化市通道县平阳乡 有不少再生人 即转世后拥有前世记忆的人 他们去世并投胎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竟然能够清楚地记得前世发生的事情 有大陆权威专家教授到当地考察后 排除了人为炒错和集体撒谎的可能性 认为很有研究价值 并建议设立在生人通道观察站 报道中 还举了多起真实案例 其中一个案例 讲述了比女儿小8岁的父亲的故事 在通道县 吴宇恒以父亲身份参加吴春丽的婚礼 送了不少嫁妆 礼物 并说他前世就是春丽的父亲吴金辉 因病去世后转世而来 吴宇恒在4岁时 曾准确描述过他前世的经历 令在场的家人感到震惊 另一个案例就是关于一名无姓小男孩 他在幼年时对屠夫表现出强烈的恐惧 声称自己前世就是他外公家里养的一头大白猪 有一天被屠夫荣某抬去给杀了 之后 小男孩是白猪转世的事 就在当地传开 在湖南通道县山木桥乡 隋宁东山乡一带 几乎近人皆知龙张柜 原因是有人盖着他的思张出生 龙张柜的第五个小孩龙连生在一场高烧后病逝 安葬前 他把自己的印章摁在孩子左耳根处 没想到一个叫吴书桂的孩子带着他的印章转生 表示自己就是龙张柜已故的第五个小孩龙连生转世 此后吴书桂家和龙张柜家就像亲戚一样经常往来 美国探索期刊2008年发表了一份长达240多页的报告 弗吉米亚大学精神病学家吉姆塔克博士 总结了对儿童前世记忆 长达45年的研究 他说 孩子们经常会追溯潜意识的日常生活 很多都给出了足够的细节 可以和某个已故的人对应上 轮回转世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引发了广泛讨论 尽管科学界对此仍存争议 但这些真实的故事 无疑引发了更多人对灵魂轮回的思考 9月23日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了大规模空袭 成为双方近一年冲突中最致命的一天 黎巴嫩卫生当局报告称 此次袭击还导致1645人受伤 真主党在这一波攻击中反击 以火箭弹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军方在其声明中表示 空袭针对约800个真主党武器基地 涵盖黎巴嫩南部 东部贝卡古地 以及靠近叙利亚的北部地区 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发布的视频中表示 行动将持续 直到我们实现目标 安全地让北部居民回到家中 自去年10月 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 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迅速升级 真主党在支持哈马斯的同时 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以响应以色列的报复 黎巴嫩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过去一周急剧加剧 以色列海军少将丹米尔·哈加里指出 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藏匿的武器设施受到重创 我们攻击的每一个房子里 都有武器 火箭 导弹 无人机 都是用来杀害以色列平民的 他再次警告民众 立即撤离与真主党武器有关的地区 真主党在声明中称 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枚火箭 其中包括加利利的一个军事哨所 该组织还连续第二天 袭击了总部位于海法的拉斐尔防务公司设施 黎巴嫩卫生部称 以色列周一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492人死亡 1645人受伤 据悉 真主党在声明中表示 7项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枚火箭 并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 以色列的空袭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还对真主党造成了重创 包括7多名高级指挥官在内的16名成员在空袭中被杀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维哈伊·阿德拉伊曾警告 即将开展的空袭 并要求民众撤离潜在目标 尽管如此 黎巴嫩电信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虽然发出了超过8万个自动呼叫的撤离通知 但并非所有人都做出了反应 远至黎巴嫩首都的贝鲁特都接到了疏散电话 但他称 这些电话是心理战 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和骚动 当被记者问及 以色列可能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入侵战时 哈加里早些时候表示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让以色列北部撤离的居民安全返回家园 这是以色列政府的战争优先事项 自从真主党在去年10月8日开始向以色列发动跨国袭击以来 以色列离巴嫩边境两侧已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迫离开家园 情况日益严峻 以色列军方强调 确保北部居民的安全是其首要任务 任何必要的措施都会被采取 以便让民众安全返回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词 прос recent theo小商场话我们的电话 呢 注意 mock